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到震惊 只有一名被告被判有罪 这引发了对法律责任的广泛讨论 最后 英格兰选手刘顿在印尼公开赛中终于打破十年的冠军荒 通过精彩的加动赛赢得了他的第二个亚洲巡回赛冠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美国公开赛进入第二周 令人瞩目的赛事中缺少了诺瓦克 德约科维奇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的身影 澳大利亚选手亚历克斯·波皮林在第三轮中震惊了未免冠军德约科维奇 成功阻止了他争夺第二十五个大满贯的机会 波皮林将迎战美国人弗朗西斯·蒂亚弗 后者在阿瑟阿什球场的五盘大战中击败了本谢尔顿 女子方面 未免冠军科科高夫将与美国同胞爱马纳瓦罗展开复仇之战 试图弥补在温布尔登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实力 而中国的奥运金牌得主郑清文则将面对克罗地亚的多纳维奇奇 重演巴黎奥运会决赛的较量 争夺八强名额 在香港 警方对龙沙队案件中仅一名被告被定罪感到震惊 七名被告中只有一人被判有罪 其他六人被宣判无罪 这引发了警方工会主席林志伟的担忧 他表示 尽管七名被告均已认罪 并且案件中发现了枪支和炸药 但这一判决可能导致公众 尤其是年轻人对犯罪责任的误解 案件源于2019年12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14人应涉嫌策划炸药袭警而被控 林志伟呼吁立法以保护执法人员 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被容忍 并提到法国和新加坡已有类似法律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英格兰选手史蒂夫·卢顿 在印尼公开赛中结束了10年的冠军等待 成功夺得他的第二个亚洲巡回赛冠军 在最后一轮中 卢顿领先两杆进入第18栋 但却出现失误 使他与中国选手郑森和领跑者亚伦·威尔金进入加动赛 经过几轮激烈竞争 卢顿最终以小鸟球赢得比赛 他表示 能够再次赢得比赛的感觉非常美好 尤其是在经历了多次亚军之后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胜利 也为郑森和威尔金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郑森在比赛中的表现 几乎确保了他下赛季的全卡资格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首届当代艺术博览会取得了强劲的开局 组织者表示参观人数和购买力均超出预期 博览会的联合创始人David Chow 希望这一活动能够成为香港艺术界的长期盛世 助力香港成为全球南方艺术的中心 展览期间约有三万人参与 远超最初预估的一万人 此次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年轻收藏家和名人参与 旨在促进更广泛的社区参与 艺术家塞哈尔展示的《现代死亡》系列作品引发了观众的关注 他的作品通过黑暗的象征探讨人类的缺陷 体现了当代艺术的深邃与复杂 南华早报还提到 美国气候特使John Podesta即将前往中国 旨在为拜登政府的气候遗产化上句号 这次访问恰逢美国大选前夕 Podesta的行程被视为重置美中关系的机会 尤其是在气候问题上 Podesta可能会与中方讨论加快能源转型 及加强对温室气体的监管等关键议题 分析指出 中国需在2035年前减少至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符合巴黎协议的目标 而美国也面临着设定自身气候目标的压力 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历史上 曾推动多边成果 未来的合作将取决于两国 能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找到共同点 雅虎美国报道 阿斯顿维拉的冠军联赛赛程已确认 这支球队自1982-83赛季以来 首次重返该赛事 维拉将在9月17日至1月29日期间 进行8场比赛 其中包括4场主场和4场客场的较量 首场比赛将对阵瑞士球队年轻人 球队目标是在小组赛中争取前8名 以便直接晋级16强 此次新赛季的改制增加了比赛的竞争性 维拉将在全新的环境中迎接挑战 期待能在顶级赛事中取得优异表现 Yahoo!US报道 曼城的欧冠小组赛日程已正式确认 球队将在9月18日至1月29日之间进行8场比赛 面对8个不同的对手 其中4场为主场比赛 4场为客场 曼城将在首场比赛中迎战国际米兰 这场对决将是2023年伊斯坦布尔决赛的重演 根据新规则 排名前8的球队将自动晋级16强 而排名第9至第24的球队 则需通过两回合的淘汰赛争夺晋级名额 这一新赛季的安排让球迷们充满期待 曼城能否在抢手如临的欧冠赛场上再创佳绩 值得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政府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 仍然致力于支持年轻人才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 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公告 明年将有240名优秀的中国学生 被选中前往美国7所合作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这些学校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达特茅斯学院和圣母大学等 涵盖农业、公共卫生、社会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 许多中国学生仍然渴望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签证拒绝和严格审查 使得不少学生面临入境困难 甚至有些在持有有效签证的情况下 被拒绝入境并遣返回国 这让他们的学业计划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 中国仍是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显示出对美教育的持续渴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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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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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